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宋倩 我在《前课》这部剧里面扮演的是邱嘉宁这个角色 是一个学历非常高 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博士 这角色的你感觉一下 某些方面吧 因为我也是工作的时候 我是就是什么都不管的 就是认认真真的工作那样子 不管是我出了问题 还是工作人出了问题 这种东西总要给它揪个一二三 揪清楚的那种 比较较真正的那种 你是修理的时候 就不拍电影等候的时候 就伴奏养神 多数的时间其实是闭目养神了 对 要不然就是再把台词再想一想 可能是说的节奏的感觉 或者是刚才拍全景 或者是进景是有什么问题 要看一下拍的监视器的回放的东西 对 你被骑过最好笑的外号是什么 四哥被骑过最好笑的外号是 没有什么比较好笑的吧 我的外号都比较好 哦 第一次 哦真的好难啊 这是潜意识的东西瞬间就说出我自来 你最喜欢自己性格当中的哪个部分 为什么 太朗 不你不能这样子回避 你要用一句话 主语未语宾语来回答这个问题 谁怎么样 为什么 这个小可爱 问题是什么 你喜欢自己的哪一个性格 这个小可爱喜欢自己的积极向上的性格 为什么 因为 开心 他比较聪明 他知道毕可那些比较繁琐的语句 你不拍戏的时候都喜欢干什么打发时间 看看主语未语冰语啊 山哥在不拍戏的时候喜欢用玩游戏打发 山哥周小山 你叫我四哥但是 不是 你不能这样子套 挖坑啊 你不能这样挖坑让我往里边跳呀 你太坏了你 请问倩倩平时喜欢用什么样的表情包 为什么 嗯 喜欢 用 喜欢什么呀 你不要想套 好 想起来的话 你算不算 你不算 脑回路清奇 一点用都没有自己在脑筋急转弯的时候可以用 好 请你再提问 最终印象最胜利的台词是什么 嗯 我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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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深刻 哈哈哈 天哪 十五K啊 我已经输了三分了 这样太丢脸了吧 输到五分你才厉害呢 如果可以休息一个月不被任何人打扰你想去哪里 有山有海的地方 嗯 嗯 比如说是什么地方 因为小可爱喜欢有山有海的地方 马尔代夫啊 巴厘岛啊 你去马尔代夫不怕被晒黑吗 在房间里面呆着 那你去马尔代夫干嘛 吹空调 那你在家不能吹空调吗 外面暖和呀 等一下我就要把它套出来 什么外面什么外面暖和呀 暖和 外面暖和 然后里面吹空调的话特别爽 那你在家里面你可以吃酸药啊 我想他那个 哎 哎 被套出来了吧 被套出来了吧 FIRST BLOOD VICTORY 花石夸路线 要夸到路线来你 年轻漂亮美丽动人可爱清新 性格又好开朗 我不是走我不是走可爱和清新路线的 你走的是什么路线 让我care到那屋里头 那你非常就是五里头当中的那个女神 就即使再五里头你就有女神范儿 就是随意转换一秒女神一秒哈哈哈 啊开不开心 好 成屁没出来哎 哈哈 后期给我做一个总机在这边 谢谢 嗯 谢谢 嗯 谢谢 其实我们制片人在机房看的时候都有看哭哎 哦是吗 我都不知道 那就说还效果不错咯 哎你看了吗 我没看呢 我等他多拍点去看 就下次一块去看 好呀好呀 ack b